清代他們的對於海港航空體系的思維 是不認為我好捨文言 但是對於日本當時那個年代來講 他們認為敵人是不能進到港的 在專業人員導覽說明下 解答的為什麼機動砲台設置位置 在清零時期及日治時代有極大的不同 在經歷一年多的整修後 白米用遊客服務中心正式開放參觀 讓遊客到白米用砲台 不只能看到砲台基座遺跡 及欣賞無敵山海美景 更能了解基隆要塞嚴格及現地知識 不會像過去來到這邊 只看到一些砲台的一個基座 或者是遺跡而已 現在你可以進入服務中心裡面 非常清楚的了解到 整個基隆港的要塞的一個砲台的設置 的一個嚴格 以及了解到周邊還有哪些 歷史的一個遺跡跟遺構 可以讓大家在這邊走讀的時候 得到現地的還有在這個知識上面的一個收穫 所以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到此來一遊 這座由軍火彈藥庫改建而成的遊客中心 是以當時的建築工法重現 上方分割是鋼筋構造 自日制時期建築的主要特色 木門、木窗及木質天花板 也是以彈藥庫的木質構造為靈感加以設計 還有修建過程中發現的日式黑瓦 及特殊牆面工法也予以保留展示 另外遊客中心的展示桌面 在四個側面有創意的拉推設計 挖掘方面更做了非常重要的資料爬梳 讓遊客進一步了解白米用砲台 在整個基隆軍事要塞的防禦地位 白米用砲台佔據非常重要的位置 包括它其實有防禦的功能 附近有非常多的砲台 那它連成一氣其實是有一個日二戰爭 跟金霸戰爭的一個延續的場景 我在這裡我們做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資料爬梳 在我身後的牆是黑瓦牆 也就是說我們在修復過程中找到的建築物的牆 我們都拿來再做一個展示的一個功能 那這個其實代表了一個時代的演技 而過去最為遊客所詬病的盧側問題也獲得解決 尤其遊客中心的五星級廁所更讓人驚豔 其實白米用砲台過去很多民眾上來 其實最不方便的就是這個洗手間的一個問題 那現在也已經完成了整個的一個整備 那是非常的新穎 而且大家號稱它是五星級的一個廁所 很清潔然後很乾淨 我想搭配整個服務中心 可以提供給大家 在這個白米用砲台周邊走毒的時候 一個最好的一個服務 金融市文化局方面表示白米用砲台 遊客中心在週一到週五 採取預約方式提供導覽服務 週六日則完全開放 開放時間為上午11點到下午5點 歡迎民眾到白米用砲台走毒西岸文化觀光廊帶 月圖白米用 歡迎來金融 記者張啟騰 金融報導 叫做新冠 新冠 languages 感谢观看